以往淡水区公所每年都会举办的 护尾樱花大道践行活动 今年则是遗失到田园宫 区长表示在樱花假期 相约新北追鹰区的活动当中 特别邀请到华山艺文特区的 创意市级摊位有30个左右 另外有20多个是在地的摊位 操阿贵DIY等等是非常的丰富 今年淡水区公所与新北市农业局合作 在3月16号与淡水天园宫举办樱花假期 相约新北追鹰区活动 区长表示在这活动当中 特别邀请到华山艺文特区的 创意市级摊位大约有30个左右 而另外有20多个在地特色摊位 操阿贵的DIY等等非常丰富 我们天园宫的樱花是非常有名 那即将要盛开 所以我们淡水区公所在3月16号 早上10点到下午4点 我们举办一个樱花假期的活动 那这个活动我们邀请了 包括华山艺文特区的这些创意市级 他们也在冀州安这边有摆摊 这个有30摊 那另外有20摊在地的摊位 非常多元 那这个整个活动里面 还有这些超贵的DIY 虽然目前天园宫的樱花正在含苞待放 但是区长说其实活动在好几个月前就已经预定好日期 而今年受到软冬影响 吉野樱的花旗延后 但是民众还可以来到天园宫享受美好的山水风景 与新鲜空气 并且逛一逛许多的特色市集 吉野站有免惠接驳车 也欢迎大家使用 那另外的话 我们每年在树心里的樱花践行 我们今年会做一个调整 就是一年在天园宫办赏樱 一年办树心里的樱花践行 这样轮流办 让大家有一些新鲜感 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许多人都会好奇的问 以往区公所每年都会举办淡水互伪樱花大道的践行活动 但是今年怎么没有举办 区公所回应 其实淡水有许多地方都是赏樱胜地 为了让赏樱更多元化 因此未来将会与天园宫 还有树心里的樱花大道轮流举办 而今年则是遗失来到了天园宫 希望用创意市集给游客不一样的假期 记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